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适合送给自己或者是闺蜜里程碑的礼物 第二套呢是一条比较仙气的满天心项链 漂亮吧 它是用这种海水珍珠和小青球交错的设计 这个就很适合搭配大领口或者是方领的小裙子 你们看一下这个珍珠和这个小青球的光泽交汇的恰到好处 既嫌得整个人又运动呢 然后又嫌得整个人又柔美 然后它这种层次感的设计 也弥补了有时候显得脖子空落落的感觉 我给它搭配的是这个解约款的金色珍珠耳钉 你们看它的这个设计是不是特别像音符呀 戴上之后就感觉特别的精巧 而且这个款式也非常的百搭 温柔中又透着干练的感觉 对了 这个项链呢 还可以根据你不同的搭配需求 来随意调节它的长短 可以长袋 也可以做choker 甚至可以当做手链 一练三代特别的灵活 每一种戴法都很有精致感 是不是很实用啊 最后一套呢 也是一个香钻的海水珍珠项链 然后上面是马眼钻丝叶的设计 象征着深深不息的梧桐叶 然后让人感觉呢 也更加的金贵和优雅一些 可以搭配丝制的小裙子或者是吊带 整体的质感一下子就提上来了 它搭配的这个丝叶珍珠耳钉也非常的美 他们家的耳钉啊 然后这个耳钉呢 都是双层凹槽的设计 戴上之后呢就更不容易脱落了 然后整个人呢就立马变得温柔起来了 我觉得珍珠首饰呢 它不仅能够搭配各种各样的风格 最重要的是呢 我觉得它很经典 而且它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不过因为潮流换代而落俗 所以呢今天我就充时间 给大家做了一期美美的珍珠视频分享 那么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视频呢 留言区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下次再见咯 拜拜